作词 李宗盛 牛们的骨头都快被压散了 肩膀被绳子勒出深深的一道痕 可他们还是一声不吭 艰难地向前迈着步子 车轴受不了热气 嘎吱嘎吱地发起了抗议 左边的一只埋怨道 这是什么鬼天气呀 我们应该留在家里睡午觉的 右边的一只立刻附和说 汪物太沉了 主人分明是想把我们压死 车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了起来 还越说越起劲 公牛们本不想理会的 可后来实在不耐烦了 于是他们回过头对车轴说 我们无声无息地负担着全部重量 你们还在那里叫喊什么 这故事是说 生活当中那些叫喚得特别响的人 往往干活少 而那些不作声的人 往往承担着全部责任